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一下PPT语言 稍微回顾一下 之前咱们分两节课讲了左边的 我读一遍 大家也跟着一起读吧 好不好 差し捨てそう 差し捨てそう 立ち捨てと 立ち捨てと 哪里族群也用呢 哪里族群也用呢 赤仯子出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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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藤仯子出种 Knox色 赤仯子振在吗 叫做参与 desktop OFFAST 野油与 握手 budget号 野油与观看 然后第一行是圆音嘛 然后双双甲的话 每一行都是加了 是通过这些来组合成的 就是平甲名 如果说平甲名更像咱们的草书的话 歪歪扭扭的 更像咱们中国的草书变换的 那平甲名呢 就很像 很像什么 偏旁不守 比如说 咱举个例子 AEUAO 它这是完全跟平甲名完全重合的 对应起来 只是写法不一样 只是写法不一样 然后读音什么的 是一样的 然后咱看一下 这个A嘛 这样A的话 一共两笔 它更像什么 像 A嘛 比如说那个什么 A什么 A什么的 那个翻一个R 右边一个A的 那个像不像左边 那个偏旁 这个也是咱们的一字步嘛 对吧 这个又像我们的那个 宇宙的雨上面那个 宝盖头 这也都分别像某个咱们中国字的某一部分 这就是像片甲名 片甲名的写法看起来就是横平竖直的 然后片甲名就去轨弯的 然后咱先把那个什么上节课呀 讲了这个卓音 讲了卓音 咱把这卓音讲完之后呢 今天就开始讲片甲名了 咱们先看一下卓音的部分 咱上次讲了这些卓音 咱复习一下啊 咔行的卓音呢 是变成G 咔行 我们写一下啊 变成G加什么 G加什么的话 就是变成Ga了 Ga 写法呢 就是在原来的那个上面加两个点 比如说 Ka-ki-ku-ke-ko 是这样写 Ka-ki-ku-ke-ko的话 那分别加两点是 Ga-ki-ku-ke-ko 这是刚行第一行的卓音啊 Ga-ki-ku-ke-ko Ga-ki-ku-ke-ko 那咱看第二行 sashisuseso的s变成Z 就变成Z Zara的Z 然后Z的话是这样写 分别加两点 Za-ji-zu-ze-zo Za-ji-zu-ze-zo 只是加了两个点而已 然后呢 Ta行呢 Ta行变成D 那就是Ta完了以后 是点变成DA Ta-chi-zu-te-to 变成 Daji-zu-de-do Daji-zu-de-do 中间这两个不太一样啊 它不是D开头的 它有点像Z开头 Daji-zu-de-do 那下一行 哈行 哈行变成什么 变成B开头 八 八 哈的话就变成 八 八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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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下面的话就变成什么呀 这一个 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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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分别加上前面的前缀 然后组成一个小组合 比如说 K 加上Y 变成 K K K 能听得到吗 K K 然后第二个加上Q 就是 加上U 就是Q K Q 加上U呢 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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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发音试试看啊 自己大家发音试试看 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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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像咱们拼音一样 前边一个加下后边一个 就组成一个 这样的 然后在你 你这一行也能加你 你看到都是什么 都是这一行 第二竖号来加的 你加呀 然后你加育 然后呢 那加育呢 育这个行加什么 大家试试看 下育 听得清吗 然后咪这一行了 最后一个 一共几行 从头来一遍 何回答 ск 牆是 雞加是 牆 那Gi加亚呢 Gia Gia GiaGiuGiu GiaGiuGiu的绕口 那C呢 C加点是Gi嘛 Gi GiuGiu GiuGiu 但这个 这个其实非常少啊 虽然它有这个东西 一般是卡丘丘有 但我还从来没见过GiuGiu的啊 这两个发音其实是一样的 这个不用G了 这个用的非常少 然后下一行 B T 就是B嘛 BiA Biu Biu BiA Biu Biu 那它还有一个奇怪的 就这一行有两个 还有一个破音 就是 带 圈的 这个是着音 这个是破音 这是BiA Biu Biu 这是Pi PiA Biu Piu PiA PiA Biu 这样一读 那这一页呢 就全部讲完 大家回着回去 看着后边这一行的 汉语拼音 来 记忆 一开始可以先依住这个 忘记怎么读的时候 看一看 那以后呢 就盖住这一行 尽量只看左边的就可以了 好 下一页啊 要看片假名了 让你时间 片假名呢 因为跟平假名的完全语顺 都是一样的 它只是写法不同 所以我就跟大家 呃 带领大家写一写 记忆 但是这个记忆方法 只能是多写多看 好不好 下面也有笔顺啊 来 看 它这个描一下 第一行也是A嘛 A U L的A 这样啊 横 撇 这样 这个样子啊 一呢 就是像咱的一部旁 一 U 点 树 横 折 就是 U A A呢 就是咱们的 姜的右边 公啊 公 A A O O呢 就咱的 财 对不对 横 树 公 铁 A A A O 这是第一行的原因啊 长得非常不一样 完全跟平假名 长得一模不一样 看第二行 咖行 咖行的话 长得跟平假名 有点像 平假名的咖行 是有点的 这个片假名呢 是没有点的 我写的旁边 大家对照一下 平假名的咖行 是这样弯过来 这样的 片假名呢 横平竖直啊 横平竖直的 利 很像咱们的利 就少一个点 跟平的利 P呢 其实也很像 横 横 竖 平假名是有什么 有这个对吧 有这个横 然后就斜着的 斜着这个弯 然后片假名的话 是没有的 它俩长得有点像 那 KU就不一样了 KU是完全不一样的 KU 这样 KU 像西洋的西 少个点 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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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3 3 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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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忆的话 没办法 只能是多写 大家记忆的话 可以把左边写评假名 右边写片假名 这样结合起来记忆 一般咱中国人学片假名 学的稍微慢一点 或者是记忆时间比较长 因为它用的是 比较用于什么呢 那种外来语 你像片假名的话 基本是标那个汉字的拼音嘛 就像拼音一样 那片假名的话 它基本上是欧美啊 什么西班牙啊 类似像那些外国 就是咱汉字以外的那些外国 过去的词 用片假名来标示 比如说 咱中国不是有外来语吗 只是咱全把它变成汉语了 比如说柠檬 柠檬的话 英语是lemon 对不对 其实咱变成柠檬 和lemon长得是有点像的 那那个日文的话 它就会是用 片假名来标注 就是用外国来的东西 lemon le la li li lo le 这个le mo mon 嗯 它下来组成的 lemon 嗯 lemon tree 对不对 然后就是这个lemon 比如说 嗯 chocolate 就是 叫什么 巧克力 对吧 咱翻译成中文叫巧克力 但 日语呢 它翻译成它那边去了 叫chocolate 那边的话 就是那个尾音会很硬 叫chocolate 这个小腰的话就是刚才咱回去翻一下 大家记忆一下哈 其他气球 这个 其实用片假名来标注了 因为七嘛 chocolate 然后他想说choco choco 如果片假名是这样 但片假名的话就是这样写 choco choco 嗯 所以这种外来语尤其是欧美来的东西 它就会用片假名来标注 所以咱们中国人学起来就不如欧美人学片假名学得快 但欧美人呢就不如咱们学汉字学得快 这是因为 嗯 有相近的地方 它好记忆 嗯 就是用英文来编 编过去的 chocolate choco 嗯 这样子 嗯 那我们接着往下 学第三行 这行是三行 三行的话 嗯 评价名是这样写 评价名呢 行 竖 竖 像我们的草字头啊 就是片假名的撒 吸 吸的话一开始 平假名是这样的 长得像一个钩子 那片假名是三点水 吸 撒 吸丝 撕 把平假名写在左边啊 撕 然后 片假名是这样 黄 折 点 吸 吸的话长得跟评价名有点像 评价名是这样写 世界的是 这个片假名的话 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树 朝右边这个树啊 吸 吸 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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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还能记得吗 这是片假名的搜 嗯 跟不下来的回去看回放吧 好不好 嗯 然后为了感进度我们就尽快讲 他 他行的 平假名这样写 这两名西洋的西 天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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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可以听到了吗 现在能听到吗 能听到吗 为什么 现在能可以听到了吗 没关系 那怎么办 大家是怎么听的呢 就20分钟 现在能听到了对不对 刚才都听不到吗 现在不是成员舞的吗 这个图点他们从的沿路也录不到 路不是通过这个进去的吗 我先讲完吧 旁正可以听到了 刚才一直听不到是吧 那怎么办 我重新讲还是接着讲啊 我先接着讲吧 然后回去看看 我一会儿看看那个录音 如果能听到的话 大家回去听录音吧 好不好 这些嗓子有点不行 嗯 讲到七了啊 七次的天假名 七的话 天假名有点像西洋的西 嗯 大家看着这个语幕 我们再写 一 二 三 嗯 一 他 七的话像牵了 红 血 红 血 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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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看一下 拉 拉行 拉行的话 请假名这样写 像十字 然后下面弯过来 手拉 你 你的话 平假名有一点点像 平假名的话有一个数 平假名的话 就在右边 右边平假名的话 差不多都是弯弯的那种感觉 但是平假名呢 就二 两个非常平的横 拉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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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假名这样写 然后这个地方 就像他右半部分了 一 二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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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块平假名这样写 平假名是咱们的世主庞 按字 啊 那 那 no no的话是卷卷的这个吗 平假名 平假名竟然是一个匹 一个匹 难事 这是平假名 no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行 哈 哈行 哈行的话 哈 屏价名就要写 屏价名是八 七八九的八 我们好像学了好几个 这种 这种那个了 像你看这二 你 你的话很像二 哈的话又很像八 哈 屏 屏 屏 平常是这样一个钩子两边弯过来嘛 这是屏价名 屏价名的话是 屏 屏 然后一会儿我们举几个例子 大家帮助记忆啊 屏 哈 屏 屏 屏的话屏价名是这样的 然后屏价名呢 红 红 红 大家跟着写哦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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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一样的 哈 屏价和 屏价名的嗨是一样的 嗯 这个太好了 这个手机一个 嗨 嗨的话 屏价名是这样的 嗨 然后这个呢 不好意思啊 我今天 嗓子发炎了 下午还去出院了 然后所以一直咳嗽 喝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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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们讲完后了 要讲妈 妈行 妈行的屏价名这样写 那屏价名是 横折 点 横折 点 横折 一 然后 清点名是 点 点 三个点的这个非常多 看一下这个 西 是 三点水嘛 是吧 这样的 然后我换个颜色 这样的 还有一个刚才学的三个点的 我来讲 西 一 吃吧 他去吃 吃是表儿表儿 品 对吧 这三个可以 就是 相似 相似的话 一起记也行 西 吃 一 都这三个 好 那我们来学摸 摸的评价名 大家还记得吗 这样写 摸 那 评价名呢 横折 点 就是只有两三话 非常简单 怎么记 就是不断的写了啊 然后 面 面 的评价名 这样写 那评价名是 像一个 叉 对 像一个叉 铁 那 嗯 铁那 摸 摸的话 评价名 那评价名 有点像吗 不是没有落头 那下面 红 红 像 好 接下来 铁又 鸭也很像啊 鸭的话 评价名是这样 加一个点 这里中间有个点 但卸价名的话没有 红折 平 这里没有点就是 卸价名啊 像 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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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有点像 红折 红 红 红 那我们都在每一个 汉字的偏旁 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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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遍 然后它是右边这部分的感觉 数折 看一下 用这个 用这个鼠标写字是真难看 然后这是头 就是片甲棉 然后挖 挖的话是这样 然后片甲棉是 好盖头没有点 这个挖 跟它有点像 跟屋有点像 屋是有点的还是没点的 这个很少很少用 这个大家也不用记 这个片甲棉是哦 因为这是个注词 注词的话不拆用片甲棉 嗯 嗯的 是点 这样子 嗯 刚才学了个西是三点 三点的话是西 两点是嗯 好吧 嗯 看一下 嗯 嗯 嗯 片甲棉啊 总体来说是这样子 我是讲的很快了 一下子讲完全不片甲棉 很快 嗯 然后大家要回去开回放 不断的练习 怎么写 只有死记硬背 那我说接下来 嗯 说几个 就是 经常用的吧 刚才举例子了啊 巧克力 嗯 嗯 这里 这里 这里没有没有出来啊 这里写的不好 巧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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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醋印嘛 比如说 巧克力 中间有 那个 又是炖一下 巧克力 就是 レモン レモン 嗯 尝一下 那然后我们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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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咖啡 那 嗯 看看还有什么 米拉 米拉 是什么呢 耳朵 嗯 日本人还有很多年轻人啊 他很喜欢用这些英文翻译过来的 天价名 因为 嗯 显得洋气 哈哈 就好像咱们中国人有个人喜欢说 烙英文一样 嗯 所以 嗯 年纪大一点的人喜欢用汉字 但是 年纪轻一些的人 经常会用 嗯 片价名 然后 比如说 再举几个例子啊 Testo Testo Testo是课本 啊 Testo 嗯 Ca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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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gi的话是什么 是钥匙 那 钥匙用英文怎么说 P 对不对 P 那他们也可以这样发 P 那就是钥匙的意思 嗯 大概就是 说这些吧 就是片价名 好 今天片价名就讲到这儿 嗯 一开始可能会声音没听到 不好意思 我一会听一下这个回放 嗯 如果声音没问题的话 就这样子 如果不行的话咱们考虑一下 那重新讲还是怎么样 好不好 嗯 那今天就先这样咯 大家辛苦了 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加我的QQ 63815177 微信是木子小花521 然后有的我们微信公众号 也有很多交流群 大家可以那个进来认识一下 一起想要付出的小伙伴 那今天就讲到这儿了 大家再见 日语叫 お疲れ様です 大家辛苦了 お疲れ様です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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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